養寵物的你,有多久沒去過旅行呢? 送牠到寵物酒店,又怕牠住不慣 給其他貓貓狗狗嚇,怎麼辦呢? 這個時候,你就需要一個專業的 Pet Sitter寵物保姆了 原本在加拿大做Pet Sitter的父母 回到香港之後,發覺這行大有可為 為什麼呢? 有些人也覺得工人 不太懂得看狗 就會特地去請我們寵物保姆回來 而另一個原因,就是香港的工事較長 本地人,我發覺他們會用我們的時間比較長 有些人就想說,可不可以逢星期一至五 即上網來七個小時,配合我的狗玩 Vala會預先上客人家做了解 客人離開之後,正式開始工作 換水餵食一定少得 更加不少的就是撿市 就連媽咪都走過來檢查 還有要幫客人倒垃圾 然後陪貓,兼拍照便即時送給客人 如果遇到貓貓要吃藥和茶藥都沒問題 Vala也考了寵物急救課程 如果是狗狗還會帶他散步 果然是全職寵物保姆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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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